师兄砍球 讲一讲日本混双组合 东野有沙 渡边有大 说起日本这对组合 大家会感觉他们的实力 怎么一会儿变得这么强 而且成功挤掉 树野健太 栗原文英 变成了日本一双 其实这对组合的核心是 女选手东野有沙 在她的这对组合里面 就像当初的李孝珍之李龙大 赵云雷之张南 吴柳银之陈炳顺 这对组合的速度和移动都非常快 但是却屡屡败于中国选手 王一律 黄东平 截止到日本公开赛 面对中国组合已经遭遇四连败 而今天我们就不以两对选手的输赢为目的 我们来看看有什么值得我们来学习的 右边是21岁1米65和22岁1米60的杜边和东野 左边是23岁1米85和23岁1米65的 王一律 黄东平 首先我们就来说说两位女选手 看为什么中国组合能够克制她们 这两位女选手在往前的技术都属于强硬派 是护刚二人组 只不过黄东平的技术更全面一点 控网的节奏要强于东野 话不多说 我们来看一看这两位金刚葫芦娃有多硬 第一局3比0时 黄东平发小球 杜边直接放往后场给东野 中国组合起球 东野有杀一言不合就是干 啪一下啪两下起跳直接钉地板 这种毫不讲理的杀球也是看到老夫好兴奋啊 而3比1时 黄东平正手拐往前小脚 想把主动权控在自己这一边 王一律一个点杀下压 球始终在中国队这一边 然后双方击拍你来我敢形成了多拍 想缓解这种情况 王一律连续击拍重杀机会出现 黄东平一个往前起跳重杀 回进东野有杀 同理我们再看7比6这一分 东野有杀发小球 黄东平回放 但是点太高 东野顺势软压 王一律起球 杜边立马杀中路 然后又是一个轻调改变节奏 在一拍杀反手直线 王一律回球不到位 东野有杀就是直接下压打黄东平 黄东平勉强救起来起球 但是东野有杀快速横向移动 再是一拍点杀结束战斗 而这个球除了东野有杀比较刚比较硬之外 其实他的速度和迫切抓球的意识是非常强的 从他直接下压黄东平球来看 他似乎从来没有想过想轻摸轻调一拍 只要是自己往前球便不会让机会溜走 还有一点便是 这个球在黄东平抢完揭发后 他之后一直是处于无球的状态 自己独守右半场 所有的球全是王一律在空 而这个时候东野有杀也就看准了他的注意力不集中 连续两拍追他 所以效果明显 所以不要认为刚烈的女子就没有脑子 而东野有杀还有聪明的一点就是改变很快 吃了一次亏就不会吃第二次 我们看女选手揭发时的身体弯曲度 11比80 东野揭发身体向前倾重心在前 明显想抢或推扑 王一律立马发一个后场 而东野来不及控制一拍拉高球 然后王一律一拍弄死 但在13比80 东野有杀再次揭发 很明显他的身子直了很多 重心没有特意压在往前 反而想要到后面去抓球 果然王一律再次投发后场 东野有杀立马一拍快速点杀 王一律自己玩火 勉强救起来的球杜鞭顺势不畏 直接一拍压死 而在这里还有一点可以说明的就是 在双打里面只要有一方被控球控在后场 杀球下压 而前面的人则应该快速跟球 而不是站在中线 一旦对方回球中部或者腰身 后场的人肯定来不及来救这个球 所以前面的人一定要注意力集中 随时跟球 否则就会漏球 而这个球就是当东野有杀在后场杀球 杀出机会后 杜鞭立马追球 然后就是一击中杀 其实很显然 只要你在场上够积极 用意识去拉动你的不位 双打的默契也就会慢慢体现 而不是一方积极 而另一方很怕碰球失误 但是呢 该出手时还是要出手 不该出手就不要犹豫 而这两队组合同样也有女选手干扰到男选手的时候 第二局3比2 冬野有杀发球 黄东平假动作放球拐右脚 冬野有杀立马一个右灯去接这个球 很明显他抢了杜鞭的这个球 对方回球腰身的结合步 尽量应该是后面的人去接 而杜鞭也已经做好准备去接这个球 但冬野有杀接这个球本身就是很被动 而且重心完全消失 而且呢也在这里说一句 一般女选手在前面 如果速度慢的球女选手可以够到的绝对篮 而速度飞快的球女选手可以举拍 但是让给后场的男选手去控和接 而冬野有杀这个就属于打乱的节奏 被动起球挨打属于快的时候篮了 7比50黄东平同样的犹豫也影响了节奏 也是发完揭发后双方在左半区争抢 但是随着冬野有杀的一拍不高不低的头顶球 黄东平想篮又缩拍的行为影响了王一律的判断 而过了头顶球又已经在下坠 出手不及自己失误下网 这就属于慢的时候没有篮 而在这场球里面 其实我也看到了日本组合更多的战术是拉开王黄组合 这个战术也同样适合我们业余球友 日本组合多次采用直挡鞋 鞋挡直摆脱中国组合的球 第二局7比6杜边发小球 王一律亲扑杜边勇大的反手想让他起高球 然后顺势后退 但杜边反手斜线 黄东平反而准备不及率先起球 而几个来回的争夺后 中国队又占据了主动 随着黄东平和王一律的接连下压 再加上他们的非常高 如果是定点让他们杀自己肯定是防不住 日本组合开始采用斜线摆脱 东野有杀斜右 然后杜边勇大斜左 面对高个的下压两个斜线迅速摆脱 王一律不为左半区同样利用斜线 但是质量不好 东野有杀看准机会上网再是一个斜线铺球 因为这个时候中国组合都靠右抓东野的直线球 这个时候非常被动的中国组合同样也只能放弃抵抗 同样在10比7这个战术也是非常的明显 揭发东野铺斜线黄东平拦下 在左半区争斗几个直线来回后 黄东平率先拐斜线 日本组合起球 又是中国组合来回下压 杜边拐斜线 王一律快速推直线 杜边回直线 王一律快速铺斜线 而黄东平以为杜边会再次弹往前直线 位置靠前 但杜边挡了一个直线后场 黄东平勉强救回 但东野等在往前直接扑死 其实这两分的争夺都是多拍 而中国组合在多拍久攻不下的情况下 位置很容易乱 而不知道我们业余球迷也有没有这一种情况 当我们面对这种矮个子球员出球 冲和速度快的情况下 你必须就是要盖过它 否则对方的火焰就会越来越高 总之就是你快你就有道理 要是你在场上的速度比博尔特还快 那林丹也没有办法 而当我们不能够以快之胜的时候 就要多掉掉头发想想战术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上一期的获奖球迷 请看屏幕的下方 如果大家对于这两队组合 还有不同的兴趣和看法的话 可以翻看我们之前的师兄砍球 以及剑招拆招 他们也有对这两队组合不同的见解 而本期的互动话题也就是 你认为棍霜里面的女选手 是进攻行好还是防守行好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以及转发